TOPPOP的肚子也有 對,TOPPOP的肚子 她很熟練欸 因為她嚓嚓嚓嚓 不是,有本來這樣的味道 對對對,你還記得喔 還記得 這其實是她們的小學 好啦,我們要按了 呵呵呵 好了,在今天跟光良還有劍峰聊天的 最後一些些時間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 收到雲吞大師的這個SMS 她說 除了G230之外 她有什麼管道能夠幫助 所有這個貧窮的朋友呢 我們 就是世界宣明會其實 除了G230計畫 還有一個助養兒童的計畫 嗯 對,其實雖然她們是 兩個比較不一樣的計畫 可是 出發點是一樣的 嗯 就是要幫助這些朋友 是不是 對,那 就可以直接聯絡世界宣明會 嗯 要怎麼樣聯絡世界宣明會呢 這裡有一個電話號碼 可以 讓大家去聯絡他們 然後關於更多的 無論是助養計畫也好 G230也好 這裡這個電話號碼呢 就是037806414 然後另外呢 還有一個網站 對 就是 www.worldvision.com.my 對對對 那今晚呢 其實也有另外一個講座 就會由光良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幹嘛 沒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她在寮國的一些 心情啦 當然出席的 除了光良之外 還有打伯還有葉俊成 會一起來主持的 那剛剛我們也趁空檔的時候 來錄一下 剛才光良說的那些嬰兒啊 他們真正 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心酸 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下 剛才我們在聊的整個過程中 所有的就是朋友的臉 到底長什麼樣子 他們生活環境到底怎麼樣呢 今晚的這個講座 都會跟大家分享哦 對啊 今天晚上呢 是在 我們是在八達林在野的 星球日報 總社禮堂 那是晚上的八點鐘 嗯 然後 劍峰也會來啦 哦 晚一點 哈哈哈哈 還有事 你要報新聞是不是 可是她其實很想過來 跟大家分享她很多想法 那反正我在那邊 讓你趕快過來好不好 好的 那其實 剛剛也說到王偉 還有偉紅的這個sms 他說 聽你們說到那寮國之旅呢 這個畫面一定是非常讓人心酸的 所以今天晚上希望大家也能夠 分享更多這個 關於寮國之旅的一些心情 嗯嗯 其實我覺得 大家看了這個 剛剛我看了一些些 那我覺得 嗯 除了大家看到他們的生活以後 我覺得 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 來幫助他們 會有什麼樣的 分別 快樂跟改變 我覺得 剛才我就看到這一面了 嗯 就是他們覺得 看到我們來 他知道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而且我們的表情 我覺得 融合起來是一個很peace 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我們是要帶這種快樂給大家 他們也帶快樂給我們這樣 對 好 最後請劍鋒呼籲一下 大家踴躍地參加所有的世界學民會的活動 嗯 好 我想到一個字 就是人這個字 人是我們是互相支撐著 那 重這個字怎麼寫 三個人 所以是必須靠大家的參與 才能夠讓我們這個 世界學民會的 雞二三十 更為成功 所以趕快成為 雞二勇士 嗯 光良呢 嗯 我希望 因為其實身為 身為歌手 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 對我來說是 很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時機 有時候我們在懷疑說 我們什麼時候 才要幫助到別人 我要通過什麼的 的機會 或者是管大幫助別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能有時候你還在懷疑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時候就是你行動的時候了 嗯 所以呢 今天晚上八點鐘 在新州的大禮堂 記得我們 光良呢 還有大博 還有葉俊成呢 跟你首約 要笑就笑出來了 沒關係啦 主播 OK 那關於任何 這個世界學民會的活動 無論是雞二三十 還是這個 助養兒童 還是白米銀行 等等等等的 那些資訊呢 你可以上到這個 www.worldwishen.com.my 或者是這個電話號 037880 6414 嗯 來知道更多的詳情 是的 好的 最後呢 大家要請光良來跟大家講一下 出席今天晚上的這個 呃 講座 分享會 今天晚上 剛才我有講到嗎 再講一次就是 晚上八點鐘在巴達林在野 巴達林在野的 76日報總社禮堂 嗯 就是今天 大家不要錯過 也不要遲到喔 雖然 嗯 你做為有限 真的嗎 真的做為有限 對對對 重點是免費入場 免費入場 對 很多朋友說 哎呀我沒有票怎麼辦 不用票 對對對 有愛心就可以來了 嗯 好那再一次呢 在這裡謝謝光良還有 謝謝劍峰 謝謝 希望大家一些順利 幸福快樂齁 那最後把這首 不要分離聽完囉 嗯 謝謝 謝謝 你在下班的時候 你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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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有人在那邊等到你 沒有 好啊 你再幫我站好嗎 好啊 沒遲到 好啊 欸我這個啊 小朋友 等一下我都還沒給你 嗯